嗨,我是多仁多鵬鱼童春会的会长,姓杨的,就是今天有幸来到瓦人会这里参加那个座谈会,我感到很兴兴。 大家就已经说了这个社会的弊病,我就简单一下说一说我的意见,基本上大家已经说过了,就强化小说了。 我觉得我已经来了加拿大差不多四十年,三十八年了,我自首秀来三十八年,我到加拿大,刚刚来的时候既然确实是很好,兴兽也不是很多。 就是门口放到门的衣服啊,什么贵重的东西都没有人拿的,那时候就是这样。 既然确实好,没有听到是抢劫啊,路上抢啊,那个抢衣服啊,那些根本上没有听得到,既然很好的,那时候确实是。 但是这十多年来,既然就比较不是很好。 特别是政治连打仗,来了很多那个所谓的难民,难民,其中的难民不是好人嘛,很多都不是坏,都是坏人的。 他在他本国的时候,已经是坏人了,都是打劫的人,比较多。 有些温泉了来,就找到加拿大的治安,就是不是很好了。 进来呢,特别是进来呢,搞的治安,又抢劫啊,又进房子去抢劫啊,什么都有。 啊,甚至呢,那个最近几天,那个看到那个超市的老板,就打死了,正在整个这个华银村,啊。 不止那个老板打死,只要顿时间,也有一个经纸,也是给别人拉了以后,拉到很远的分析案,也有些经常发生的。 所以呢,我觉得,这样的事越来越严重。 怎么改进呢?主要,尽管是国家的问题。 你不立法,加拿大一把多年,他的宪法没有改过。 你看一下有没有改过,尽管上没有改的。 人越来越多,那个宪法就要取出人后的变化来改。 啊,而且呢,犯了罪,小偷小摸。 进房子,抢劫的人,家到,以后呢,进了收容所。 一天,吃饭,午餐,啊,很好交代的,等于是贵宾的。 啊,进去,早上六点多,吃饭,炒餐,牛奶,苹果汁,饼干,干粮,啊,到九点多,又吃,吃饭。 十二点,也吃饭,三点钟,上午茶,啊,晚上吃晚餐,很好交代的,里边是。啊,午餐的,就是那个,那个收容所。啊,我的朋友进过去。啊,所以呢。 呢,里边很多就是俗人,他们是老朋友一样的,跟那个管昌的人员。啊,做了进去,有些一个月放出来,有些一个星期放出来。 没事的,他们愿意,没法去进去,进去,进去里边,好过在外面。是吧,不用煮饭,进去有的吃,有的睡觉,啊,有时候,出去做工,有人工,支出。 所以,这样的食用法,我觉得,一定要改,不改,你永远国家大越来越不好,因为,你饮饭,太松了,啊,你应该呢,加到,比如,加到你,打死营的,就要,永远,要他就加入,或者放他到了,没有地方的,都去生活,不要, 不过,较论那个城市的治安,啊,我觉得是,主要是国家的责任,比如我们中国,那时候我们回去,啊,十多二十年回去,你敢不敢去路上跑,基本上不敢嘛,到处都是抢的嘛,后来国家,一敢搞那个,扎起来,把这个打杀去了,顺服是干控,监控啊,国语叫做监控,啊,很容易扎到人, 但是这里,家道没有问题,家道了以后又放出来,家道又放出来,啊,所以,你,那个,主要是国家的问题,啊,所以呢,要立法,向那个国会议员提出意见,要他改,改过那个,法律,法律以后,一改, 马上就没有那么的坏的现象出现了,我觉得是的,是这样,啊,谢谢大家,我就是等多久,